徐福东渡扶桑的故事 在中日两国众所周知 快至人口 然而毕竟云山雾罩 扑朔迷离 缺乏充分的史料证明 但是四百多年后的徐福第二 刘阿芝东渡日本 躲避战乱的故事 却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 事情还得从大家熟悉的三国时代谈起 话说公元220年 曹操之子曹平 曹操自立 三国之为国诞生 而原先的名义皇帝汉县帝流邪 则被封为山羊宫 全家从许昌迁到丰帝山羊居住 汉县帝流邪的后裔主要分为两只 一只留守山羊延续至今 现在位于山羊古城内的强南村 还有一条当地人称之为流巷的街道 另一只则选择了万里迢迢 乘风破浪的迁徙之路 据日本史书日本书记古语时宜 续日本记记载 在第四任山羊宫刘秋及其同辈刘厄之时期 执掌政权的已是篡位自立的西晋王朝了 一日颇有远见的刘厄芝对其旧城说 我久在此地 红有覆灭之祸 听说倭国境内较为安定 我决定率家族东渡 公元289年5月初一 刘厄芝率旗子刘都赫 旧赵新德及族人刘国鼎 刘涛子 刘鹤明 刘信子等男女共2004百人 效法徐福 以求取仙丹为名 离开故土 承传东渡 终日历史在此共同分开了新的一页 徐福第二刘厄芝率领亲戚族人 一路上智风沐雨 历尽艰难 久死一生 四个多月后 终于在九月初五到达现在的日本 在日本 这一年是应神天皇二十年 落户日本后 刘厄芝为首的这个部族被称作杜来人 他们是一批掌握了 汉民族先进科技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 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和工艺制造 尽管他们是外来人 但汉朝在当时日本人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 而且他们带去了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 促进了日本文明的发展 因此 他们很快成为日本社会中地位颇高的新贵族 刘厄芝被天皇次姓东汉十祖 定居于高士郡快钱村 他的长子刘都赫后来被天皇次姓为职 仁德天皇六十年四月初八 刘厄芝的后裔被次姓板上 雄掠天皇十六年十月初一 刘厄芝的部分后裔又被次姓大藏 另外内藏家族也是刘厄芝的后裔 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十五代孙 大藏春时官任征熙将军 为平定当时日本发生的天庆之乱立下了汉马功劳 并于天庆三年五月初三 受到天皇的巨大家奖和赏赐 被赏赐锦玉琪 皇族文章军配 当此之时 这只刘氏皇族后裔恩宠伟大 威势极盛 自从大藏春时之后 大藏家族一直任长守门 太宰大监等显要职务 大藏春时因公被封为征熙将军后 曾在日本九州原田驻城 日本天成元年 一直驻在原田的刘氏后裔 正是以原田为姓 之后逐渐形成了今天日本社会中的著名姓氏 原田 到今天 原田家族已传到刘邦的第九十三代 这只原初中国流姓的日本原田家族 在九州岛福岗市建立了汉太宫庙 他们至今保存着代代相传的族谱 著名自己是刘邦的后裔 而且按照传统的礼节 到太宫庙对刘邦等刘姓元祖进行定期祭祀 原田家族在日本很受人们尊敬 他们也始终不忘自己的祖先 1988年还专程从日本来中国 为其祖先刘邦刘彻祭灵